打扮这个 我挑俩人吧 第一个我想想 宋小宝 我这有点难啊 你是个女生啊 宋小宝可以啊 但是我没有道具 还是要道具啊 什么道具啊 那个发卡 发卡 我没有发卡吗 给我们蓝艺来个道具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 就读得皇上恩宠 是后宫家里三千 皇上就偏偏成我一人 于是我就劝皇上 一定要语录君赞 可皇上非是不听呢 皇上啊就成我就成我 你是只要为奴的 全何以堪呀 挺顺了啊 还会模仿谁呀 我我我点个人 小月月 好嘞 先给您唱个五环之歌 好的 啊 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 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这还戴一头巾 不是 你这唱得挺好的 还真 女孩子声不太像小月月 啊 这这是哪一出啊 您 在 看 您 我的天啊 好像啊 这么多人 都是来看我的吗 啊 好可爱啊 哎 你那个我的天哪 能再来一遍 我觉得那特别像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这像啊 她五官也有点像 哦 深情五官都像 好可爱 有人说你是幼儿版小月月吗 啊 我叫东北小月月 东北小月月 对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学过一些曲艺啊 一些技艺 接下来我为大家唱一段 京韵大鼓 重整河山 代后生 你看 还是有绝活的啊 来一起欣赏一下 西岸里 刀光阴 宠恨 燃酒城 这个我一听就是训练过 训练过的 就是我专业训练 详细很足啊 所以这树叶有专攻 专门学过是吧 是的 学了多久了 这个的话学了一个月 学一个月成这样啊 我估计换潮汐 你学一年能有点戏吗 重整河山 请找到调先 这个曲艺我可能大概学了 加起来一共一年吧 刚才你是说你学这种歌 这种歌学了一个月 我说你学曲艺啊 学表演啊 学了多长时间 我不想知道你那个底子 这个底子又要练了多久 这个功底 从四岁开始学了八年吧 你看你看你看 所以它是有这个功底 是 四岁开始学了什么 四岁开始是 听书快板笑声 金蕴大鼓梅花大鼓 单行儿杨琴走秀街舞 这么多种 这这这这个中式的 杨式的都有啊 这个金蕴大鼓 街舞什么什么的 还有街舞 你觉得自己最擅长什么 在这么多种类当中 最擅长的话 是杨琴和金蕴大鼓吧 还会杨琴呢 学了这么多东西 费了不少时间和功夫吧 你辛苦吗 肯定是有苦有乐呀 当时我还小 我觉得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挺好玩的 然后学一两年 我觉得这东西挺难的 有我想放弃 但是我爸爸妈妈就说 你既然选择这条路 你就要把它走完 你那么小 听得懂吗 四岁练了两年 觉得难 学了几年之后 六七岁七八岁吧 所以爸爸妈妈说 你要坚持 对 你就听了 然后我就坚持 咬着后槽牙挺的 是吧 但是没想到 这一路下来 发现了乐趣啊 也有了成绩啊 得过挺多的 证书奖杯 那你又要学习 对吧 跟别的同学一样 又要学这么多东西 这时间真的开吗 会不会别人都玩的时候 你就只好再学啊 几乎玩的时间很少 就是这一段时间 然后主要是学 但是我学习呢 还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好 就是我跟他们挤 东桥可能我挤不过 所以我父母就给我选择 取一只 咱多条腿一起走路啊 说不定哪边的开花了啊 一年级的时候 一开始我妈妈 给我抱的是芭蕾 但是我觉得芭蕾压腿太疼了 然后我就没经过他们同意 我自己转到街舞去了 对 然后我就跟我这两位老师一直在学 今天